其他的調整 他其他的調整呢 比如說像 Sun Direction 你可以調到 它這邊有一個 Shadow Softness 影子的柔化的程度 那一般來講呢 Softness 調了以後 這邊影子會有雜點 雜點呢 要消除 必須要調 sample 數值 所以我們現在呢 回到這裡來看 它這邊現在 Shadow 很奇怪 可以看得出來是蠻怪的 好 我們現在開始調啊 調的話呢 是在哪邊調整呢 可能要先開 Hyper Shade 就是材質球 這個視窗 然後呢 你會看到裡面會有很多標籤 這裡面會有兩個 一個叫做 MIA Physical Sun and Sky 一個是 Sun 一個是 MIA Physical Sky 那這兩個呢 會有個不同是 它其實這邊你會看到 我們要調的影子呢 是在這個 這個裡面 它會有一個 Shadow Softness 跟 Sample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再 把那個算圖視窗先叫出來 剛剛那個圖存起來 Shadow Softness 現在把它柔化的程度調到 30好了 然後它的 Sample數值呢 我把它加到120 那我們再去比較一下它的差異性 那我們再去比較一下它的差異性 算得有點久 不過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品質 比剛剛好很多 在那個Shadow的部分喔 哇 也太久了吧 好 我們比較一下喔 這張圖先存起來 用這個按鈕是存起來 存起來呢 這邊做比對喔 你看原來的Shadow是長這樣子 看這裡最明顯喔 這裡 這裡的Shadow是硬的 這邊就開始柔化了 有沒有 它已經做柔化了 所以你要柔化影子的話呢 從這邊調整 Shadow Softness跟Sample 再來如果你想要看太陽的話啦 這是 控制那個 太陽的大小 還有太陽的這個 它的光暈的一個強度喔 這個的話呢 就要這樣調 就是你要把太陽的方向 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可能要轉到 這種地方吧 然後轉過來 這邊你可以按4嘛 觀察一下你要怎麼樣才看得到太陽 這個是背光的效果吧 那因為剛剛那個 參數呢 會算太久喔 所以我打算把它先調回來 這樣這個參數算的時間真的太久了 我覺得 等太久不好 把它降到8跟30好了 好 這邊先 算一下 其實這樣算可能有點太久了 我們可以一個方法作弊不要這麼久 ESC按一下好了 欸它已經出來了 為什麼是全部白啊 你可以呢這樣子喔 按這個拍照按鈕 這裡有個拍照按鈕 拍照按了以後呢 你可以設定 實際要算的範圍 比如說這樣子 拖拉一下 然後再 跳一下 我就算這一塊啊 我就算這一塊啊 哇全白也太扯了吧 這麼白應該表示那個太陽超大的 所以我應該要怎麼改呢 這邊我們看一下它的 參數喔 算Disc Scale本來是4 我把它降到 0.4好了 看看會不會比較好 哇還是這麼亮 這未免也太亮了吧 0.4 算Disc Intensity降到 0.4 應該不會這麼亮才對啊 這麼亮有點不正常 放Disc Intensity降到0.01好了 Sun Glow Intensity 0.01 欸全白怎麼可能啊 蛤 這麼白是沒有道理的耶 這個這麼白是不正常 欸全白怎麼可能啊 那這樣呢 欸為什麼現在算都是白的 欸這樣就正常 欸這是有問題的耶 照理說不會這樣子啊 欸有點奇怪耶 好吧 我太想研究了 嗯 所以這個太陽的大小 這一部分我放棄了 呵呵 那 這裡呢這幾個參數我講一下好了 我開一個空的算給你看好了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先存檔喔 因為這個等一下還要繼續講 我先存檔 increment and save 開一個新的 這樣比較簡單 因為我要解釋 它只算那個天空其實就很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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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是這一版的bug欸 超強的 這什麼鬼bug啊 好那沒關係啦 那我就繼續講那其他參數 你看喔 其他的參數呢是 什麼東西呢 這裡 這個呢 是控制 你看喔 這裡有幾個東西要注意喔 第一個 multiplier 亮度的意思喔 亮度的意思 所以喔 我現在在場景裡面 因為我要解釋喔 所以我需要算快一點 我這樣 如果拿那個車子的話 速度會太慢 我現在把 這個 稍微縮放一下 OK 好 剛剛那個節點是 在這裡 OK 好 multiplier 這邊 好這邊呢 就 因為IPR開了會算喔 會會當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給你這樣 直接看喔 好先丟進去 這邊有個multiplier 數值把它調大喔 剛剛是0.2嘛 我現在把它調到1.1了 它變亮有沒有 所以這個可以直接控制明暗 這是控制明暗用的喔 multiplier OK 然後RGB Unit Conversion 這個很危險 稍微一條整個那個 畫面的色溫就會改變喔 所以現在這張圖呢 先存起來 這邊呢 我把這個數值改成0.02 這超敏感的喔 數值稍微一變就差很多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其實根本不能亂改 這一改就容易出問題喔 那另外是Haze Haze Haze的話呢 我們看喔 Haze我們這邊需要轉一下角度 Haze的話呢 是所謂的大概叫霧矮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看起來 就是空氣看起來比較濁的樣子喔 你看數值把它調大 我們比對一下喔 就是天空看起來變濁的樣子喔 Haze把它調回0 然後Red Blue Shift 就是調偏藍或偏綠的效果 然後Saturation不用講吧 這色彩保護度沒什麼好講的 Horizon Height跟Horizon Blur 是說控制這個地平線的高低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這個常常會用到 因為你看目前我現在算一張圖 它的Horizon是在這個位置喔 OK我們把它存起來 Horizon Height我現在數值調一下 它地平線其實就會偏移 有沒有看到 就這樣子喔 可以嗎 那試一下吧 就調一下你的那個影子啊 還有像是太陽的方向啊 這個東西先練習一下 你揮進去了沒啊 趕快揮進去喔 趕快揮進去喔